來 阿佛祖 攔著三個志祺 來 無恨一無憂傷 來 給 幫 祖祈祈祈來 來 給 幫 祖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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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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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祢是太阳,我爱送祢,阿姑娘永远,我爱祢。 祢是太阳,我爱送祢,阿姑娘永远,我爱送祢,阿姑娘永远,我爱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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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太阳,阿姑娘见祢,祢是太阳。 祂必坚呼你们到底,祢是 Senhor旅都要求 Christians。 祢是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 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今天兄弟要证到的题目是 今天这一句话是要讲的题目 耶稣能坚固我们到底 耶稣基督的能坚固教练 耶稣能坚固我们到底 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的天父上帝 圣灵保会师 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 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门 打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得救 没有一位失落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上帝能坚固我们到底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能坚固我们到底 有一天到上帝审判的时候 我们能够欢欢喜意的 站在荣耀的主面前 无可责备 当有一个当我们站在心伴上帝的面子 我们都没能够受这一笔 所以今天兄弟要和各位分享 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三个比喻 今天这个地方 我要跟大家三分之后 路加火焰团第十五章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是耶稣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理 他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 在天上都要为他欢喜快乐 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 在顶顶上帝要为他欢喜快乐 首先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是迷失的羊 头一个比喻是跟我们说 那个买死的羊 羊一旦走迷失了 很难找到回归的路 这只羊他失眉 他真恶地再带着 他自己养不得为 而牧羊人爱护羊 所以一只走私的 他会撇下那久之久之的去寻找那一只 耶稣基督是好牧羊人 虽然你沉沦走迷了道路 但是他仍然以爱来爱你 他要拯救你 当他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看到今天体育场的你 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认识 其实他就已经看到鸣鸣 在体育中的你 今天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情况 就好像我们国家社会的情况一样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社会 有没有人能够了解这个现实 但是耶稣基督要坚定我们到底 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他是一直在寻找我们的人 耶稣基督一直在找我们 当他找到我们以后 他就为天上都欢喜快乐 接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第二个比喻 耶稣基督说的 讲第一个譬如 他说有一个女子有十块钱 他说有一个女子有十块钱 而订婚的女子要存十块钱 成为他的嫁妆的一部分 这个十五个小孩 他要存十块钱来吃 所以他会结成 他花了很久的时间 才储存到这个数目 他用多少时间来存十块钱 但是有一块钱走失了 不见了 他又打起灯来到处去寻找 在屋子里 在床底下在地板上 最后终于找到了 他要邀请他的邻居 还有朋友一同 看起快乐 耶稣基督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欢喜快乐 接着第三个比喻 第三个譬如这样说 也许你以前过去听过 要检查这个譬如 你都没听过 因为这成为世界上 很有名的故事之一 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 他说父亲啊 我不要等到你离开世间以后 我才得你的遗产 你说老伯啊 我不用听说你离开世间以后 我来接受你的遗产 我现在就要拿我的份 我厌倦就想要来 爱得我自己 现在所应该得到的风景 我厌倦现在的生活 我真不忙 我真厌倦 现在我的生活 我想要到大都市去 我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比较多次 因为那里有享受 因为那个地方有享受 我要寻找刺激 我要寻找刺激 他说我不要每天受你的规范 我要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式 我要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式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他不满意现实很多事情 他没有万一现实的这些事情 这好像就是你一样 刚才有你跟我一样 结果他的父亲就对他说 所以老伯就对他这样说 好吧孩子 我现在就将你的份给你 老伯说这样好了 实际上今天许多人 对我们周围的事情都不满意 实际上现在我们有一个人 对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都不满意 甚至你可能对你自己的 出生长相都不满意 甚至你对你自己出生 甚至你自己的用心 你就不满意 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操纵的 因为有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没怎么决定自己的 就好像你的出生 你的家庭 还有你的亲戚 你的父母 检查你的出生 你的父母 你的亲戚这位 你都没人做一个三条 甚至你的长相 你的特征 你都没有办法控制 甚至你的民族的影响 还是你的身体 你都没人这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许多事情 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你我我们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没人去改变 有的时候你和别人相比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卑 或觉得不如别人 当你有时跟别人 伴到比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我真的 你真的 跟别人拆拆就会 真主婢 慢慢你就开始不满意上帝的安排 所以有条件就开始 甚至拒绝上帝的恩典 可是实际上上帝允许一些缺陷在我们身上 他让我们更谦卑的倚靠上帝 因为上帝要在我们心里面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事情 因为上帝要在我们心里面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事情 当你忍耐下来接受上帝的安排的时候 当你囤论出来来接受上帝有着你的安排 上帝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就在你生活彰显出来 因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你也可以借着来帮助同样遭遇的人 因为通过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的境务 你能帮人同样跟你相伤的人 这个年轻人他不满足 这个年轻人他没满足 他要寻找刺激寻找快乐 他要追求自己追求快乐 他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忽略一个非常要紧的事情 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 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呢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目的呢 许多人已经忘掉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已经忘掉这种事情 他们只想到今天我做怎样才会刺激快乐 有一个人在追求 我今天就专专生我 我只要找这种事情 这样我才就很高兴 甚至有许多人只想到自己 今天又有一个人就有点想要自己 他说当我做这件事情这时候 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 当我做这种事情是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 过了几天 这个年轻人就收拾他一切所有的出去了 不过这个年轻人他就收拾一切的行李 他就离开他的地方 他离开他的父亲 他离开他的老伯 真的到大都市去了 就真的到大桌子 他到那里看到 过去从来没有的这个乐趣都在那里 他到桌子的时候看起来这么多 整个都没关系 他也很刺激 我会继续的事情 他也非常欢迎 他循环作乐到处花钱 甚至去喝酒为了色情而花钱 终于最后事情发生了 因为无可避免事情一定会发生 因为那个无可避免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圣经告诉我们说小心你的罪会追上你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来休息吗 你的罪有一个会追上你 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情的是什么 你所需的也是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说情运和罪是有一天会追上你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情运和罪有一个会追上你 因为交账的日子避回来到 因为那些日子时刻会闭嘴 可是今天许多人他不这么想 终于今天有多少人没人想 就好像许多有名望或者电影明星 他最后有的人自杀一样 他们虽然获得很多 但是发现他里面是空虚的 他们虽然在世间地里这么多 总是有一个人他们的心灵 一切都不能满足 一切的事情都不能满足 就好像这个人他花尽了一切 像这个年轻人他开会一切所有的 后来饥荒来了 不怕生气兴来了 经济不景气 惊气不好 这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没有钱了 这个年轻人一发现说 一生股便都没钱咯 他只好对他的朋友说 可不可以借我一些钱 所以他随时找他的朋友 给他说他的朋友钱就好吗 他的朋友不肯借他 总是他的朋友给他说没了没了 这时候他才发现 哦原来他过去的朋友 并不是真喜欢他 哦原来只为了他们个人的好处 因为那些人都是为了好处 来这里够够够够够 这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朋友 啊这个时候已经失落他的朋友了 失去他的家人 失去他的家庭 他也没有工作 他也没工作 这个人可能就是你 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 因为你虽然坐在那里 你会因为周围下雨而觉得不舒适 但是你却不知道上帝 创造灵魂是在你身体里面 总是你不知道上帝的 创造你的灵魂在你的身体里面嘛 而这个灵魂是不死的 总是我们的身体的灵魂是未死的 虽然有的人自杀 虽然有人自杀 但是他只能杀死身体 他不能杀死灵魂 这个自杀的台式的身体 总是不能台式他的灵魂 而这灵魂才是真实的你 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做救助 当你死亡的时候 你灵魂必须到地狱去 到主耶稣就回来的时候 你必须面对审判 最后你的灵魂会丢到火壶里面 这是第二次的死 如果你自杀的话 你的灵魂会感到 说不出来的更痛苦 所以你千万不能自杀 你只有接受耶稣 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 帮助你 当你今天接受主的时候 祂要跟你一同回家 一同上学 一同上班 祂要做你随时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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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们有一个身体 没有就是你的胸口 但是有的人没有想到 自己的灵魂去处 只想到自己的身体的快乐 如果有人没有想到自己的灵魂去处 只想到自己的身体的快乐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人要过的人 也是要来对我 他的死命嘛 像这个年轻人 只有这个年轻人 他花进他一切所有了 他开悔一切所有的钱 就这时候才发现 他的灵魂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他才发现 他的灵魂的重要 他要说 我必须去找一个工作 所以是他想说 我一定要找一个工作来做 但是他到处找 找不到 最后在郊区的田间 找到一个喂猪的行业 他误会 他肮脏 他饥饿 他在那个地方 子弟是一个 拉三 误会的这个行业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食物 来冲击 他几乎看起来就像一只猪一样 在这个生怀中 他拿起来跟那些猪一样 他完全是这么低 你看魔鬼让他付了代价 你想魔鬼 让他付出很大的阶架 魔鬼一开始 眼闭我们心中的眼睛 魔鬼来看 我们心灵上的这个眼睛 他不让你认识耶稣 他不要让你来 进化这个水 而他用各样的试探引诱 引诱你犯罪 他用这个方法 来祈祷让你去犯罪 最后罪像独公一样 勾到你 使你越陷越深 你很发现 这个作业 像一个独告 把你搞掉 让你越陷越深 越陷越 魔鬼说 跟从我 你会得到快乐 监察在你犯罪中 你会觉得非常欢喜 快乐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这一切会消失的 总是他没有跟你说 这个快乐 会随时会消失 最后你的心灵会非常痛苦 像刀割的一样 最后你的心灵 都插在你的心灵 里面 让你感到非常痛苦 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 开始安静下来 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 开始安静下去 他开始思想 他开始 他反省自己 他开始 唤醒自己 圣经上说 愚昧的人 在心里说 世上没有上帝 圣经跟你说 我愚昧的人 他的心来说 没有上帝 但是上帝仍然关外 仍然爱你 总是上帝 他远在那个所在 你关过 他远是让你听你 也许你在过去的生命里面 碰到许多困苦 监察你过去 你生外中的 你会感到有真正的痛苦 你不知道何去何从 你不知道说我 就去大陆 但是圣灵 随时在提醒你 帮助你 总是上帝 随时 那个所在 你绑战你 在救生你 就是为什么 今天 你在这个步道会会场 所以为什么 你能在这么大海 当我们宜完 来站在这个地方 这边 周围下着雨 实际上 这个雨 就好像你的心里一样 在哭泣一样 这个大海 刚刚像什么 像你的心灵里面 你的脸脸是一样 因为你不知道 你要往哪里去 因为我不知道 我要去哪里下去 因为你过去所做的 还有发生在你身上 哭泣 你为了你过去 所有的事情 在那个地方 你透过 你绝对不是 偶然来到这里 我相信 你不是偶然来到这个地方 许多人在为你祷告 多少人都遇到你祈祷 因为这世界上 没有偶然的事情 因为在世间 没有一个偶然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把自己 交给主耶稣 主耶稣今天要帮助你 像这个年轻人 他觉悟过来了 只有这个年轻人 赶快在这个地方 哭哭出来 他说我起来 要到我父的家里去 他说我要背起来 把我老婆的地方去 我要对我父亲说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这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你从我看出来 在你家里 请讲一下 于是他起来 他离开那个猪篮 他离开那个地点 他离开那个地点 他离开那些 他朝向他父亲的家去 这就是悔改 这就是一个悔改 悔改就是起来 离开你所在的地方 改变你原来的方向 改变你本来的方向 这时候他父亲是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 他要不要生意 实际上自从这个孩子离开以后 这许多年日 他的父亲一直想念他的孩子 过来年以来 这个老婆 每天都在那个地方 笑脸 在这个辛努的这个孩子 每天这个父亲 都在马路上观看 每天这个老婆 都在那个门口路上 在那里观看 因为他的儿子 曾经在这条路上消失去 因为他看的 我看见他这个孩子 我从这道路上来消失去 他工作完毕以后 他做工事了 他又会回到这马路上望一眼看 他在这个买路的地方来看 他会害怕 他盼望他的儿子能够回来 他在台湖 他这个孩子又对那条路走回来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他会在那条路上看 才去工作 他就用这道路来看 人家去感受 中午的吃饭以前 他到时吃饭以前 他又会到那路上去观看 他一次到这道路上来看 他说上帝啊 上帝带领我的孩子回来吧 他在基督说上帝啊 上帝啊 求你从我这儿的 怕日到回来 但是他的儿子 却不知道这些 总是他的儿子 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记忆的 有一天班亡日落以前 总是有一个 当着头要路上来死 他的父亲又在马路上观看 他老板就是拜托 在那个地方来观看 他想着他的儿子 他想到他会怕日子 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慢慢地走过来 他跟他看起来 一个非常识彩 他在那儿的地方 再点点点我来 这父亲说 这看来好像是我儿子 好像我是做梦吧 这个老板看你 看他这个鞋子 哪像我的儿子呢 我的儿子呢 我可能看错了 所以开始走到马路上去了 老板你看到 感觉我看不到 眼睛会是不是 总是他真正我去看 他老远看到 真是他的儿子 他怕我时常会 他说 哎呀 真正是我的儿子 他就跑过去 张开双手 拥抱他 他在那个时光 寸出 他上手 就把他拖破了 而他的儿子 污秽 又肮臥 又饥饿 那个先生的鞋子 是拉三五五的 又有个 这时候他告诉他的父亲 这个时候 这个鞋子 跟他的老板这样说 他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说 阿爸 我得罪你 又得罪天 从此我不被 称为你的儿子 对今天以后 我没带你 请你把我当作 一个故宫吧 就你把我看着你 出来 请你一个 他父亲说 不要这样说 没有这种事 你的老板 他说 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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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是我的儿子 他告诉仆人说 把上好的袍子 拿来给他穿上 他把他老板说 关键 像那个 上水衣来穿 把戒指 戴在他的指头上 关键 拿手指来 挂在他手里 把鞋子穿到他的脚下 关键 拿鞋子来穿在他的脚里 把那肥牛犊 牵来 宰了 关键 吃 两个 那些 生亚 剥的 牛 来 抬 我们可以 吃喝快乐 因为我的儿子是死而复活 势而复得的 他们就欢喜快乐 哎呀 他们就非常欢喜快乐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恶人悔改的时候 上帝要欢迎他们 圣经告诉我们 说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 上帝要为他欢迎 上帝必会赦免你 上帝必须赦免你 有的人说 有人这样说 我过去的生活迷懒 我过去的生活非常腐败 我好像活在猪圈里面 像我这样子 我要回头的话 有希望吗 像我这种生活 这种人 我我头感没有愿望 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接受你 你你骄疑上帝感觉 是有这么大的 人面对我的心情吗 实际上上帝已经在那里 张开双手欢迎你 事实上 体定的上帝已经 存在上帝就在那里听好你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基督为你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有这样 为什么亚生一路 有着礼于的罪来 定死的死者 他是张开双手的 定在十字架上 他顺开他的上帝就 来定死的死者 他在那里随时欢迎你 他在那里 每次都会欢迎你 你不需要做好事 或有任何功德 你不想做什么好事 还是做什么公道 就是单单的相信他 你就独特相信你 那一句狗狗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 不但他要赦免你 他不但要赦免你 当你接受他的时候 当你接受他的时候 他要拿最好的袍子 给你穿上 他要用最好的衣服给你穿 这个袍子就是公义的袍子 这个衣服是公义的衣服 上帝看你的时候 不再看你的罪 当公义的衣服穿到你的身上 是上帝没看到你的罪 而是看到 耶稣基督为你舍命而成了公义 就看到 耶稣基督会到你来死的那个公义 上帝要把你当做儿子一样 上帝要把你当做儿子一样 就好像这个父亲把戒指 戴在他儿子的指头上 就像这老爸用手机来刮他的儿子 的枕头一样 表示他仍然是他的儿子 表示说 圣经上说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吃他们全品做上帝的儿女 这个是为什么耶稣基督 必须为你的罪定在十字架上 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 为了你来定死是死的 当耶稣为你罪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耶稣为了你罪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耶稣在这个地方说 爹啊谁要你 因为他们所罪他们不知道 今天当你真心相信主的时候 今天他们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死 他要将你一切的罪过失错误 完全被定在十字架上 你们种族所为所为 一切过失完全给你刺别 从今起你变成信道的人 一切的罪完全赦免 一切的罪都要受死的罪 就要像录影机里面底片抽掉 重新开始 就像一个荣耀基 同样像那个地平 扭掉的时候都要小心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信道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有两点 以后送到来面 有很多信仓作的 过的事情已经过去 大家都要变成新的 今天你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来接受他 我竟然你 在这个地方 奉祝与祝救命来祝福他 他要使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阳光 他要让你的死命全满一床 因为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为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 至于那大儿子是怎么样呢 那个大儿子知道吗 那大儿子一直留在他父亲的旁边 那个大儿子一直留在他父亲的旁边 当天他从田里回来的时候 他听到家里到处充满欢乐的声音 他听到家里到处充满欢乐的声音 他就问一个仆人为什么那么热闹 他就问他老婆有什么家事 这个仆人说你弟弟回家了 他老婆说你兄弟回家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 所以载了肥牛犊 他说你的老婆 因为他都没打牌 就回家 为了他来刷人家 这个大儿子十分生气 哇 这个大胤非常生气 他一直留在父亲旁边 却没有受到这些招待 我一直留在老婆 上去比 总是定告他老婆 不要为了我这样来扮演 我们有些人 你留在教会里面 你甚至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但是你只用头脑去相信上帝 实际上你心灵里面 跟上帝亲密的关系越来越远 你读经的时候不再有那样的感动 你侍奉的时候就没有那样的火热喜乐 你忘记了上帝是不愿有一人成人愿 人人都悔改得救 你不愿意上帝 无关你一个人专论 人都要万人得救 实际上 你有很多事情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 今天这两个人 就是因为没有遵贪天父的上帝旨意 耶稣说 若有人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圣经跟你说 你就能遗所记录的心最心 所以你今天应该回到父神那里 所以今天 你有需要到当舍己主的面前 重新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 同心和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有没有为布道大会 还有灵魂得救的事情祷告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会重新把自己奉献给上帝 那父亲对大儿子说 老后陛就对这个大儿子这样说 儿啊 你常与我同在 他说 儿子你每天都跟我伤到弟弟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一切所有的减事都是你的嘛 只是你这个弟弟 总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施而复得的 是死而复活 死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今天你坐在那里 今天你坐在那里 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你是大儿子还是第二儿子 今天晚上我也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小儿子 仍然一直留在他父亲旁边 他没有背叛他的父亲 他很早就接受耶稣做救主 那么我们今天宣读的圣经 是这样告诉我们 上帝比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 无可责备 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基督 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回转归向上帝 人一定有希望 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步 上帝要完完全全地原谅你 但是有的人 却宁可拒绝这个福音 当你拒绝的时候 你就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今天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浪子 并没有回头 他们最后沉沦死亡失去了救恩 因为他们拒绝圣灵的呼召 因为他们拒绝圣灵的呼召 今天晚上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我在这个地方要问我们一个问题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那么你的生命确实会改变 但是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呢 第一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接受耶稣 像打预防针一样 当你打预防针的时候 可以防止某些病菌传染给你 我们曾经听到有的人这样说 我还没有坏到那个地步 如果我现在悔改 我就失去那戏剧化的悔改的感动镜头 我最好等到很坏很坏很坏的时候再悔改 我最后来听他说我 很坏很坏很坏 坏到脚头的时候我才悔改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完全错了 这时候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错过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可以阻止你受罪恶的侵袭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会阻止你让罪恶的侵害 有些人吸毒或做不道德的事情 有些人吃毒品做不好的事 他以为他可以回头 他以为只是尝试而已 他以为只是尝试而已 他以为我最后来吃一口看看 只有没有想到这些像毒钩一样 勾得他越陷越深 总是想不到 这些毒品像一个毒的膏 你把它够掉了 越厚越厉害 他想回头都来不及了 回去外头的时候已经想不到 甚至他有经过心理上还有身体上 长期的治疗 所以要趁着你有机会的时候 就接受耶稣 他要兼顾你到底 叫你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日子 无可责备 第二 趁着你还没有坏习惯以前 接受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习惯 但是坏习惯会害了你 总是坏习惯害到你 因为坏习惯在你身体上 会变成一种作用周期性的 来使你坐立不安 因为坏习惯有最大的 在你的身体 真是一种手机身的 让你在你去做坏习惯 如果有些坏习惯你没有对付清楚 你如果有坏习惯 你是对罪的不清楚 像赌博 醉酒 喝酒 或是情欲 或是情欲 或是发脾气 或是收起 这些坏习惯 一到某些周期性的时候 就会来侵蚀你 当这些坏习惯 哪像有几个习惯的 那些坏习惯的时候 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你的手 就觉得养你要去赌博 当那时候 你手拿着习惯的时候 就想要去拔车 到时候你就想拿酒瓶来喝 当你这样 没趣味的时候 我会去冠酒来喝 所以一旦你有坏习惯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当你脑习惯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趁着你还没有坏习惯的时候 来接受耶稣 所以天后你 要没有染着习惯的时候 冠起来就是耶稣 让圣灵掌管你的身心灵 和圣神来掌管你的身心灵 传道书上面告诉我们说 传道书这样说 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 尚未来到 你就看你年幼衰败 一日还没来念以前 就像你说 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 未来以前 当纪念创造你的主 你就纪念创造你的主 因为人所做的事 一切隐秘的事 一切隐秘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上帝都必审问 趁着早来接受耶稣 他要坚固你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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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趁着现在来接受耶稣 第三 就是现在来接受耶稣 他要帮助你人生 找到正确的方向 他要帮助你人生 找到正确的方向 我们在座中间有很多年轻人 我们在座中间有很多年轻人 你在心理上 生理上 还有人生上 碰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要面对很多抉择 你不知道你应该选什么行业 你不知道你应该选什么行业 你不知道你应该搬到哪个地方 你也不知道应该跟谁结婚 你也不知道你跟谁结婚 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接受耶稣 让耶稣带领你前面的方向 而且寻找到最好的对象 上帝给你的不是表面好的 上帝给你的不是表面最好的 上帝给你的是里面最好的 上帝给你的是里面最好的 他必坚固你们到底 叫你们在主耶稣基督 审判的日子里无可责备 第四 趁着你在这里来接受耶稣 第四 听到你今天来在这个地方 是冠近接受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要将真正的爱 浇灌给你 因为耶稣基督要将真正的 听着灌落在你的地方 今天你觉得你周围都是水 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每个地方都水 你觉得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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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上帝的爱 实际上充满在你周围 若没有日光空气水 我们就没有办法存留在世界上 圣经上说 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 圣经上说 圣经上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他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这样我们写明了 爱是行动不是挂在嘴巴上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太需要爱了 有多少人你愿意邀请你的亲戚朋友 来参加布道会 有多少人你愿意敲你邻居的门 邀请他到教会到布道大会 有多少人你愿意敲你邻居的门 邀请他到教会到布道大会 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 我们必须生活在一起 靠主耶稣基督爱 来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今天晚上你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让他来帮助你 赦免你一切的罪过是错误 有许多人你今天来到这里 因为你一直想要寻找到真正的信仰 因为你需要追求真正的信用 你也知道你原来所信的 没有办法帮助你 你过去所有信用 我到真正来帮助你 你一直在寻找真的 耶稣基督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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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是道路 是真理 是我的名 如果没有借到我 没有人到你兄弟的地方 祂是道路指引你的方向 祂是道路 要寻找你逃整的方向 祂是真理 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祂是真理 因为你够在你的真理里面 你够给你自由 祂是生命 耶稣说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要说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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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我的人死亡死 要够够够了够了 人的寿命 最多能够到一百二十多岁 人的寿命 社会遇到一百二十多岁 你也许拥有很多名望地位 你也许拥有很多名望地位 但是当你断气离开世界 一切都没了 你的灵魂必须要面对审判 你的灵魂都要面对审判 今天如果你接受耶稣 祂要给你永恒的生命 永恒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像这个孩子 他最后回到家里 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希望与家人团圆 但无论如何有生老病死 你的家人会离开世界 你们会分开 我们都会分开 但是只有接受耶稣 我们一家人才能够在上帝面前永远存在 他要把这个生命今天赐给你 你说我应该怎么得救呢 我们要邀请你来到前面 第一你愿意悔改 第一人你需要悔改 接受耶稣 就是耶稣基督 悔改就是转变你的方向 悔改就是改变你的方向 像那个小儿子 他离开他的污秽的地方 就这个小儿子 他欢迎来离开他欧美的地方 他开始朝向他父亲的家走 第二凭着信心接受耶稣 第二凭着信心接受耶稣 让耶稣成为你独一的真神 第三你愿意跟随他 第三就是你愿意团队耶稣 公开的承认他 公开在人的面前圣结义 你说为什么要公开在人面前 站到前面呢 为什么人都要在人的面前公开圣结义呢 因为耶稣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上父面前也必认他 因为耶稣说 既然在人的面前认我的 我在天上父面前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因为在人的面前 如果不是我的 我在天上父面前我也不认他 他呼召的人都是公开的呼召 他辅掉人的时候 都是很公开辅掉的 就好像耶稣基督订十字架的时候 他是公开的为你订十字架 他是公开的为你订十字架 他是公开为我们来订十字架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他必坚固你到底 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日子 无可责备 他要帮助你的家庭 他要帮助你的家庭 他要带领你前面方向 他要带领你前面方向 虽然现在下着雨 但是你的家人会等你 我们等一下要来呼召 我们要跟你一起来祷告 你知道你需要耶稣 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对你说话 那就是圣灵保会师的声音 就是圣灵保会师的声音 今天来接受耶稣做救主 也许下雨我们觉得很不方便 但是我们都淋着雨 我们要请你来到前面 当师班唱师歌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各地方来到这里 让耶稣基督的爱来滋润你 让耶稣基督听 让祂跟你一同回家 一同上学一同上班 让耶稣基督跟祂走回家庭 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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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成为新道的人 让你站在夜里面 做一个顺畅 新的爸爸 新的妈妈 新的孩子 新的老爸 新的妈妈 新的孩子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我们听给你 请你到前面来 请你欢迎到头前来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爱你 这可能是你一生最重要的 觉知的机会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我们听给你 耶稣爱你 主耶稣听你 请你到前面来 你欢迎接受耶稣基督的 你到头前来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我们听给你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听你 祂为你定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有着你来定四个十字架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接受你欢迎接受耶稣基督 或者更新或现身 你都可以来到前面来 如果你对你的救恩 有任何怀疑 你不知道 你离开世界以后 是不是能够到上帝那里 你不知道 你离开世界的时候 你不知道要去大陆 你必须要来到前面 趁着你现在来接受耶稣 趁着你在这里的时候 接受耶稣 听给你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来接受耶稣 趁着你还没有坏习惯以前 接受耶稣 趁着你还没有坏习惯的时候 我去来接受耶稣 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 接受耶稣 听给你要有机会的时候 我去接受耶稣 耶稣爱你 耶稣听你 有许多人天天听到 有多少人大家都听到你 但是却没有得到耶稣而离开 总是没有听你 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 耶稣爱你 耶稣听你 耶稣听你 你随着靠在家的面前来做一个骨子 我们等你 我听好你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听你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们等你 我听好你 你绝对不是偶然来到这里 你能来到这个地方不是说话 耶稣爱你 耶稣听你 我们等你 我听好你 我们等你 我听好你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什么地方 耶稣爱你 耶稣听你 让耶稣的光来照耀你 有望耶稣的光来救你 照耀你的心 来照耀你的心 照耀你的家人 照耀你的家人 照耀你的家庭的人 你可以问问你的亲戚朋友 今天愿不愿意节制 相信耶稣 你的家人 在你的家里面出 问你的亲战朋友 他还不信是要握心 来相信耶稣 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到前面来 你的家人 带你的亲战朋友 来到你台前的地方 丈夫和妻子到前面来 政府的家人 夫人的家人 政府的家人 政府来到头前 或你的家人 带着家人带到前面 检查你的家人 怎么带到你台前面 朋友跟着朋友到前面 朋友 带朋友来到他台前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主耶稣爱你 主耶稣听你 我们等你 我们听给你 让你修行 修行 今天这周社面 从此你在基督里 都变成全新的人 尊心天赋的旨意 定义变化更新 耶稣的光照耀 照亮我的家园 天地将未改变 荣耀充满全地 从此我不再惧怕 黑暗都撑过去 主耶稣与我同在 祂作王到永远 主耶稣的光照耀 照亮在祢的心 请到前面来我们等祢 主耶稣爱祢 无论祢在哪里请到前面来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让耶稣的光照耀祢 照耀祢的家园 改变我们的生命 请到前面来 我们等祢 无论祢在哪里 耶稣爱祢 我们等祢 欢迎听好祢 耶稣的光照耀 照亮祢的家园 天地将会改变 荣耀充满全地 从此我不再惧怕 黑暗都撑过去 主耶稣与我同在 祂作王到永远 来接受耶稣 无论祢在哪里 我们等祢 你愿意更新或现身 或者你愿意接受觉知 将继耶稣请到前面来 请到前面来 我们等祢 我们等祢 我们等下就要一起祷告了 我们等祢 请到前面来 还有没有人我们等祢 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人 祂愿不愿意接受耶稣 请带祂到前面来 我们等祢 耶稣爱祢 不管祢在哪里 你绝对不是偶然来在这里 许多人在为祢祷告 今天将祢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车上 来接受耶稣 来接受耶稣基督 耶稣听祢 耶稣爱祢 耶稣听祢 耶稣爱祢 耶稣听祢 耶稣爱祢 耶稣听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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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祢在哪里 不管祢在哪里 我们等祢 我们等祢 你可以跟祢的家人一起到前面来 带祢跟祢的家人一起来 带祢的朋友来到前面 带祢的朋友到在台前来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我们等祢 我们等祢 祢的光照耀 照亮我的家园 天地将会改变 荣耀充满全地 从此我不再惧怕 黑暗都撑过去 主耶稣与我同在 祢作王到永远 我们等祢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 万天好祢 当兄弟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写 那时候在晚上我就祷告上帝 我说主啊 布道大会要有一个主题曲 耶稣的光照耀我们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学怎么办 当兄弟祷告完以后 我一转身我就听到这个歌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耶稣爱祢 耶稣听祢 耶稣听祢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等祢 要没有兄姊妹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让耶稣与你同在 万耶稣一同同在 跟你一同回家 一同上班 一同上班 跟祢做的上班 跟祢做的上班 耶稣爱祢 耶稣听祢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 要有兄姊妹妹 主耶稣爱祢 主耶稣听祢 我们等祢 万天好祢 主耶稣爱祢 主耶稣听祢 主耶稣爱祢 主耶稣听祢 主耶稣听祢 好 现在我们要祷告了 我们这是上到老头的祈祷 请暂时 我们诗班暂时停止唱 圣国祢暂时很安静 我们现在要来祷告 我们这是要上到祈祷 祷告就是对上帝说话 祈祷就是我们要对上帝说话 上帝是灵 上帝是灵 所以拜祂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祂 所以见拜的人 就用心灵来见拜 当你今天祷告完以后 你回家也可以继续祷告 你回去之后 有人继续这样祈祷 你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 你就说 耶稣救我 祢就这样祈祷说 主啊 救我 主啊 帮咱我 就这么简单 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祷告 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祷告 请你跟着兄弟来祷告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请所有会长的弟兄姐妹都起立 现在请跟着兄弟来祷告 请您对我上帝来祈祷 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 请跟着兄弟一句一句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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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圣灵保慧师 圣灵保慧师 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 主耶稣我来告在你的面前 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 求你赦免我过去的错误和过失 用你在十字架上所留的保血洗尽我 用你在十字架上所留的保血洗尽我 我相信你复活 我相信你够我 我相信你升天 我相信你将天 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 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 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 我相信你我就知道我的得救了 因为圣经上应许着 因为圣经这样应文说 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我若出于圣经耶稣基督罪主 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来相信 上帝会对死人中国我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所以从现在起我得救了 我将有永恒的生命 我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 我有上帝儿女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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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现在我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撒旦魔鬼退去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一切的邪灵困扰退去 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一切的试探引诱退去 一切的试探引诱都离开去 主耶稣谢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 每当我为你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 每次拜我为你的圣明传福音的事 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 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我的心 使我全家得救 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 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 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 这样祷告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是奉靠主耶稣的圣明求 阿们 感谢主欧陆主 感谢主赞美主 荣耀归给座宝座的主耶稣 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 现在我们保持站立 我们要一起来为你自己来祷告 为你的家人祷告 为你的家人祷告 如果你有婚姻上的困难 求主来帮助你 也为你的父母为你的孩子祷告 如果你有工作的困难 也求主来赐给你工作 或者你生活上有困难求主帮助你 如果你身体有软弱 你可以把手放在你软弱的地方 圣经上说 因祂的边伤我们得到医治 若主耶稣肯祂会医治我们 我们也为明天的布道大会来祷告 为了明天的布道大会祷告 为了明天的布道大会祷告 我们求主末后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因为我们上帝应邀 伴过一后的荣耀 我们在场中有多少牧者同工请你举手 感谢主明天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们在邀请亲戚朋友还有会友带领人来参加布道会 我们也为明天的天气来祷告 使更多人决志相信主 现在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 为你自己为布道会祷告 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祈求你清理我们的祷告 主啊特别是来到你私人宝座面前的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带领他们一生的道路 在他们中间有的婚姻或者家庭有困难的 主耶稣就请你保守他们 使他们婚姻家庭美满起来 我们也为他的父母的身体来祷告 使他们父母身体健康 我们也为他的孩子教育各样的问题来祷告 主求你保守他们 主啊在我们中间有夫妻的问题 主求你使他们夫妻都彼此和好 在中间有工作的问题 主求你打开天上窗户 请服下来赐福给他们 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难处 主这时候我们也特地为他们的身体来祷告 无论是头 手 脚 身体 还有关节 心脏 或内脏有任何生病的地方 主啊因你的变善我们得到医治 我们宣告主啊你若肯你必可以医治我们 主啊就求你医治我们 医治每一位生病的有疼痛的 主今天在我们会场中 所有淋雨的弟兄姐妹 到明天他们永远身体都是健康的 主他们今天回去都是身体健健康康 保守他们平安去平安回来 我们也为所有我们屏东区的教会来祷告 主啊求你保守他们 主啊明天有更多人来参加布道大会 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有美好的天气 我们都有亲密朋友 都能够在神的国度能够团圆 主耶稣我们特地为今天的布道会 献上感谢 从头到末了 主啊你一直做的为王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 他们今天平民安的回去 明天平民安的来 主谢谢你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阿们 哈零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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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勒罗亚 感谢主赞美主 哈勒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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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 让末后的荣耀搭过先前的荣耀 求你医治 哈勒罗亚 感谢主赞美主 一切荣耀归给坐宝座的主耶稣 彩来天父圣灵保卫师 荣耀归给坐宝座的主耶稣 感谢主赞美主